嗨,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球球 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资金管理页面的一个设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电商管理类的一个APP 就是作为一个商家 他可能在这里边最关心的 除了他的一个订单之外 就是他的整的一个收入了 所以这个页面其实就主要展示他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明细 然后体现了一个过程 总共来讲这个资金明细 资金管理是分为两个页面 一个是资金的一个统计的页面 就是单纯的一个展示他的一个收入 和一个交易的一个一个正在交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资金明细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时候会将主要讲解一下 我的余额和正在体验中和交易冻结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提现就点击我要提现的话 会到他的一个体现流程的一个过程 因为呢 这个每个公司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业务呢 可能有所 有所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这个呢 只做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流程介绍 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做了 不做详细的一个分析 然后这个我们主要的 主要的页面呢 就是这个页面呢 我们主要就是分为这个两部分 然后呢 第一部分呢就是展示他的整个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统计 然后下面一部分呢 就是他当月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折现图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他的一个体现 因为商家在这里边的话 第一是进到这个页面里面 基本上是心情应该是非常的这个这个 所谓的一个激动吧 因为基本上这都是他所赚的一个钱 然后呢就是再到点击上面有一个资金明细 就是查看他的每一笔的一个进账 的一个收入进账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退款也会在这种记录 然后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的余额和正在体现和交易这个冻结 这三个呢其实是呢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部分 我的余额呢是他可以体现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只要显示的是在这个显示 他的一个有多少钱 那么他体现出来之后到了他卡里 那么就会有多少钱 而在这个正在体现中呢 其实就是说他上一次 因为在体现的时候 他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 有可能是银行在审核 也有可能是就是说一个作为一个平台的一个 管理者在审核等等的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审核过程吗 就是商家点击提交的时候 这个过程呢是会提交到一个平台那里 然后平台可能再会提交到银行等等 会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说正在体现中 这一个交易冻结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假如说有个消费者在这个店里买了一件东西 买一件东西之后呢 然后他已经付了钱 但这钱呢其实是到了这个平台上 而没有真正到商家账户中 所以呢这笔钱呢它是能显示出来的 但是他不会不会到这个余额中 他的钱呢 现在还是在这个整个平台上 所以他即使提现的话 只能也是只能提现到他这个部分 所以这三个呢是相对独立的 提现的一个过程呢是这样的 提现的过程呢 一般来讲的话 大部分来讲就是说 点击我要提现会到这个 有的会可能会会直接是体验到银行 银行卡有的呢可能会直接体验 那比如说植物宝账户 或者呢是这个微信账户中 这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一个公司 他们不同的一个业务不同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这块呢 我们呢就是就是讲一下就可以了 好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收入体现的一个展示部分 我们呢就是建好了一个图层之后 然后还是按照之前的一样 就是先拉好一个辅助线 然后把这个系统的一个导航栏给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矩形工具呢 去建一个640高度为250的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呢设置为白色 然后再用一个拉条辅助线出来 这块区域呢是用来显示这个 它的收入的一个 它的一个余额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给它打上的是我的余额 然后24号子 然后是一个灰色 因为它是一个提示性的一个文字 然后在它的一个右边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呢 是这个资金的一个明细 这个呢是可点击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给它设置为呢是一个红色 因为它是可以点击的去查看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明细状况 然后我们给这个资金明细呢 然后加一个 加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 感觉是可以点的 这个做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去打一个余额的一个数字 数字的一个显示 我们呢先用0.00 然后字号呢 因为这个这一块数字呢比较这个突出 我们那个加粗 然后设置为呢100号字体 因为呢 用户呢在看到这个第一眼镜到这里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让它的一个主设计呢 是在这里在它的一个余额的一个部分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用一个矩形工具 然后做一个640高呢是200的一个灰色矩形 这一块呢是用来展示呢 就是它的一个正在提现中和交易冻结的一块显示区域 我们中间呢 给大家加一条这个分割线 因为它是两块区域 然后宽度为1 高度呢为50的一个分割线 同样分割线的颜色呢是第一第一 然后里面呢 第一个呢是正在提现的一个提示文字 然后这个字号呢是因为它是提示性的文字 所以我们给它设计为一个灰色 然后它底部呢也是一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展示 而这会展示呢也是要给它字体呢 字号稍微加大一点 我们给它设计为40号字 加粗 然后呢在右边呢也有一个呢是交易冻结 然后我们给它微调一下 让它呢垂直居中对齐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随缘的一个圆角的一个工具呢 去画一个提现的一个按钮 它们是600 然后高度呢是100 然后半径 圆九半径呢是6像素 按钮的内容呢是正式我要提现 字号呢是30号 像素取标的是白色 这样按钮呢我们做出来 然后下面呢我们要开始做它当月统计的一个折线图 然后同样是打上标题本月收入的一个统计 我们给它字号呢是这为一个一个灰色为26号字 我们统一性的一个标题性呢有一个字号呢都是26号 这个折线呢因为这样的折线呢是x的轴是这个是月份 外周呢是这个收入的一个统计用矩形工具 这个折线图呢我们给它画出来之后呢 然后在下面呢去打上一个月份 这块呢做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用这个钢笔工具呢去做一个里边的一个折线 然后呢用把这个填充色取掉掉用一个描边 描边的一个高一个大小呢为四个像素 我们先微调一样 有个这样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最顶端呢有个位置呢 要让它显示当前的目前就是已经收入的 就是说比如说是到2月8号2月8号就是说 总共已经收入了多少钱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有一个展示 我们呢用圆角矩形工具建一个60宽度为60 高度呢为32 然后这个描边的一个圆角斑径呢为6个像素 好给它设置了一个填充色 然后把描边呢去掉 然后在下面打一个向下的一个箭头 我们用多边形工具 然后加一个三角形 比如说当前已经收到800块钱 里面展示数字 白色的 然后给它一个加粗 这块呢我们也给它保存一下 好 这样呢即便呢我们这个排版呢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去给它微调一下中间的一个间距 好 这样呢即便我们这个页面呢就基本完成了 从我的一个余额的一个展示 然后呢到这个它的一个提现和一个交易冻结 这三个一个数据的一个展示 到提现的按钮 然后呢到它本月收的一个统计 因为这本月收统计呢 它会根据这个时间呢去自动的就是说去画这个折线图 所以呢其实它这个有一个交互就是说可以左右去滑动 因为这下面呢是总共 总共只能显示到一个8天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可能一个页面的展示不全 所以我们要给它有一个滑动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效果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下 它当点击资金明信之后去展示它的一个资金明信的一个页面 这个资金明信呢基本上就比较简单了 大家看一下资金明信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收支明信的一个展示 左边呢就是当前这个该比交易的一个收的一个时间 或者一个产生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这个右边呢就是 该比订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收是收入的一个多少钱 或者是一个是收入和支出的一个一个状态的一个展示 其实总共就是算是一个列表 我们呢先用一个矩形工具 然后呢建一个640乘100的 然后为白色加一个描边 描边为1 颜色值第一第一 然后把里边的一个内容我们给它填上去 前面呢是一个产生的一个该比定乱的一个时间 调下字体的一个颜色 字体大小呢为24号子 然后为一个灰色 然后右边呢就是具体的一个产生的一个该比交易的一个 进额 比如说是50 然后呢是收入 我们收入呢就是前面加个加号 然后字体的一个大小呢为30 然后设置为一个黑色 然后做一下加粗 把这个桶银的保存 然后再就是给它去微调一下 让它垂直居中对齐 然后我们再复制 然后调下里面那些参数 比如说呢这有可能是呢是一个支出 比如支出呢是20块钱 好这样呢我们整个这个资金明信呢 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因为大家看这边呢 其实是资金明信呢是根据的这个 他该比交易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时间 以最新的一个来排序的 他呢有收入 收入呢是前面用加号表示 有支出支出呢用减号表示 他这个美 就是说他总的一个所收 所在他产生的一个主要是交易 那么都会在这里面展示 而最终所收的一个金额呢 会在他资金管理的一个页面呢 去展示 好这样呢 这基本呢就是我们这个资金管理的一个 两个页面 我们就做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金刚才能 转发 打赏金刚才能